來我們來做一些簡單的題目 會有沙粒的鹽巴要精緻 請問你秩序為何 我們跟各位講過了 我們首先要怎麼樣 溶解過濾對不對 把那個鹽巴溶在水裡面 然後再來怎麼辦 蒸發結晶嘛 蒸發結晶 所以你就看得出來 那個椅應該最後一步嘛 就是最後組織最後一步嘛 然後呢要把它喇在一塊然後過濾 所以應該誰最先做 甲嘛 然後再來換誰 丙嘛 然後再來換的是乙嘛 所以呢我們就答案就選的叫做B 我們要先做溶解過濾 然後再來做蒸發結晶 所以我們答案選B了 簡單嗎 來 甲生跟乙生巴巴巴 請問你 來 來 有人的操作是錯的 你不要管 反正他就知道你敘述誰是對的 我們要找一個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我 你們班沒有16號 6號 AB的B喔 你說 你說 你選的答案叫做B 肉頭頸要貼緊燒杯壁 就是要避免綠意見出 乙生沒有貼緊 所以容易見出 然後呢 古時候講 古時候 古時候很舊的課本 參考書是寫 講這個做法是要怎麼樣 利用附著力加速過濾 所以那個甲生不會過濾比較慢 不會比較慢 那麼綠是鹹水是混合物 所以不是純物質 我們利用的是 溶解過濾法 是溶解力的不同 單純的過濾法 是顆粒的不同 都不是附著力的不同 所以呢 答案只有B是對的 請問你 這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是用什麼性質的不同 可愛小帥哥 古帥哥吧 5 24 24號 24號不在 壞掉了 33號 33號 你跟我說 答案 你有講話嗎 你用手比我看好不好 一二三次比我看 是 豬 你講到那麼小聲 誰聽得到 老人家耳朵都不好 溶解度的不同 講過了 溶解過濾法 是利用溶解度的不同 蒸發結晶法 是利用廢點的不同 蒸餘法 也是利用廢點的不同 附著力的不同的是 綠子設成 分析法 簡單的幫各位 做一下 有關於物質分離的題目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好 好